啊 對了 很多人認為我不會講明南語 但是我一樣講喔 我兩歲的時候就到日本去了 等到我五歲的時候 我跟我哥哥兩個人就一直在外面玩 回到家也是 就疲得不得了了 那有一天 我的父母發覺 他們兩個小孩子 就像他們講日語 因為在外面那些小朋友們就講日語 我的父母也會聽日語 我就好像自然就講日語了 那他們就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怎麼可以忘記自己的國家的語言呢 不行啊 要想一個辦法 好 他們想到了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呢 他們就想到了這個 從今天起 假如他們的兩個小孩子 向他們講日語的話 日本話的話 那就要假裝不會聽 這樣子 欸 我跟我哥哥不曉得這個事情 那個下午 從外面回來了 哎呀 肚子是餓得不得了 把門一打開 就看到了媽媽在那邊 媽媽在那邊 我就向她說 我用日語跟她說 媽媽 肚子是餓了 哎呀 她理都不理你 她只在那邊切菜 也不轉頭 我就覺得 好奇怪啊 怎麼昨天聽得懂 今天就聽不懂呢 我也想到了 哎呀 奇怪 我從前好像是用了另外一種語言跟她講過 嗯 好 我來試試看那個語言 我就向她說 媽媽 肚子餓啦 我的媽媽更能幹 她馬上轉頭說 哦 你肚子餓 乖乖乖乖開起來吃飯哈 我真是 那時候才知道 跟那些小朋友們講日本話 跟王太太講明南語 我真的感謝我父母 因為有我的父母 和他們的愛國 我跟我哥哥兩個人到今天 沒有忘記 我們的國語和明南話 謝謝爸爸 謝謝媽媽 沒有忘記 請說 台灣歌曲給大家聽一下 謝謝大家 愛的少年家 孤年表裡邊邊邊 所以家人出席 想要面前輩 想來拐在地 想要爬根柱紅色 以愛愛最愛 想要爬根柱紅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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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以愛知想愛 想要爬根柱紅色 來 開門家看看 我女兒像我公大台 給風天在 想賣攏分著紅色 他要在想來 人太好心分來在 青春過痛快 聽去我你不敢來 你不敢看我愛 月娘糟糕說太太 可憐人不在 月娘糟糕說太太 可憐人不在 月娘糟糕說太太